Hello Hi Gordon 馬上來了 馬上來了 兩分鐘 你今天怎樣 今天怎樣 我們呢 29分 29分一次廣告 然後呢 41分半完 我和你對一對 現在是 11點18分半 我們呢 29分一次廣告 然後呢 41分半完 我們呢 上一次呢 回來講講那些 唉 跑到我 沒有運動了 去去去 嗯 嗯 上一次就講到 有些人呢 問到現在都還在問你蘋果膠的東西 嗯 你想不想又提一提 還是怎樣 可以的 可以提的 我還要告訴你 還有一件事叫做 Sarcopenia Sarcopenia 就是 當你去到某個歲數 肌肉開始退化 這件事 也是 如果今次不說 下次又可以說 怎樣 肌肉退化 去到某個歲數 自己的肌肉開始退化 就越弱 就是又肥了 但是又弱了 沒有力 就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以前搬一件事 不會弄傷的 現在又弄傷 究竟怎麼搞呢 你知道了 你去看骨科 去看那些人跌打 又會當你擦一下 弄一下 但是為什麼肌肉開始退化 就是那個 好像有人縮水一樣 發生什麼事呢 這些又是 我們可不可以通過吃東西 現在的人又在運動 那除了運動之外 又吃多些什麼會好 不如現在就問這個問題 那又不說蘋果膠 其實跟蘋果膠有關 所以可以跟你說 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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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搞定 20秒 好 20秒 今天很重要 Sarcopenia Sarcopenia 如果一會兒說到 就是 人的 muscle mass 會減低 還有 function 變成平常用的東西 現在少了 這樣就 很快 有關 又到了 周活 吃碗麵一時間 吃碗麵 先跳一跳 吃碗麵 就要跳一跳 幫助消化 我們看看我們的骨質 對 關節那些順不順 有沒有動的時候 發聲 不舒服 激烈激烈 其實 趙博士 剛才提到的 就是我們 開始之前 提到 很多人年紀大了 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肌肉 如果你做運動 當然好些 如果不做運動的人 肌肉就開始比較鬆弛 流失 對 又或者以前 容易胖 減低也減不到 還有以前 例如走兩步 都沒有氣喘 或者搬東西都沒事 但是年紀大了 很容易弄傷 這樣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麼 自博士說原來 吃多些蘋果膠 都是有益的 都是有幫助的 自博士 其實 Sarcopenia 講一下 Sarcopenia 是什麼 這是一個醫學 的Term 就是說 不知為什麼 30 40歲的時候 沒什麼 然後40後 就開始 以前拿的東西都不會弄傷 現在不知為什麼 拿一張椅子都會弄傷 或者拿一些 重一點的東西 可能會弄傷 究竟是姿勢不好 當然很多人說姿勢 還是其實是 本身你人老化 就是會發生這件事 這些Data Set值得看 那為什麼 跟蘋果膠有關呢? 因為當你吃了很多農藥 在身體裡面 很多東西就會退化得快 或者不均勻 那些腸也可能有些 因為你不要忘記了農藥 包括殺蟲水在農藥裡面 就用來渡蟲 讓食物可以又便宜 又可以等得久一點 如果食物被人咬了一口 他又留了一瓶口水 或者有些屎尿留在那裡 那些蟲吃了下去 那些老鼠吃了下去 那些東西就壞 就不能吃了 那如果你放了一些農藥 那平時那些食物 是當是三元磅的 仍然都是三元磅 但如果被人咬過 又煮過又有孔 或者開始化起來 因為有毛菌 被人吃過之後有毛菌 那你吃下去就說 三元磅 我不給 兩元磅 兩元磅都不行 一元磅 一元磅 麻煩你要了它 不用錢 你要了它 起碼不要攪住我 你媽在生果欄 你都見過這些情況 今天怎樣怎樣 菜賣不完 自己吃光 所以這個就是 為何我們要用農藥了 我們要用農藥 但用了農藥 就有反效果了 就是吃了身體 如果萬一農藥還在那 那怎麼辦呢 原來會影響到這個Sarcopenia 就是當你吃得夠多 有一天 就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Muscle Mass 和Function 就是用途 那為什麼這個蘋果膠 加丁香這麼特別呢 因為丁香加了蘋果膠 就可以去醫治到神經線 而神經線呢 有沒有試過神經線弄傷了之後呢 肌肉自己會萎縮的 自己會萎縮的 肌肉沒有了 神經線拼著 它說 我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那便開始退化 因為你平時不是在做事 就會退化 那你不只是靠運動 如果你有傷口 你弄傷了 你走去運動 幫不了 仍然都是有個問題 那個問題更重要 因為可能你弄大了那塊老鼠 那邊大了 但是另外那邊呢 又沒有平衡 那現在呢 拿東西上手 那個老鼠 老鼠仔 拿上手就可以了 但原來馬上就要屈 因為那些關節頂不住 平衡和Harmony合不合 默契呢 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默契在肌肉裏面 那向前就容易 但企直也難 很多人做啞鈴 當然是做自己看到的地方 忘記做別人後面看到的地方 搞到現在的人 就好像一隻猴子 越來越企直 越來越縮得前 越來越縮得前 就變得很容易弄傷了 頸又推向前面 肩膀又圓了 這些就是那個情形的問題 如果我們明白了根底是什麼 農藥度開始就會好很多 所以令到蘋果膠加丁香 以前蘋果膠別人有賣粉的 但蘋果膠的粉 做不到這東西 醫治神經線 還有 就是當那些水果 有沒有試過呢 我們上一集說過 當那些水果咬到甜 或者酒味 吃了會傷神經線 因為它有一樣東西 它的成分也叫methanol 那麼這個methanol 怎麼來的呢 就是在膠裏做出來的 當膠膠出來 就會變成有毒素的東西 所以膠質 就是說蘋果膠 教大家做 就千萬不要讓它膠 一定要新鮮 好了 那為什麼做粉 會膠出來的問題呢 這道粉 有兩種方法做乾的粉 一個就是 凍造 一個就是熱造 熱造很簡單 就是你想想 你放些東西在太陽 曬蝦米都明白了 就是用熱來曬乾它 那你這些蘋果膠 如果曬乾了變成粉 那你一定要用熱來弄乾它 有得可以用凍來弄乾它 不過凍是很貴的 因為你又不可以讓它熱 又要抽走些水 這叫做freeze dry的科技 很貴 所以很多時候人家說 我都不懂 為什麼這一瓶的蘋果膠 那些軟 會比另外一個更貴 所以你在市場 不會看到這些 你不會看到freeze dry了蘋果膠粉 是因為那些人曾幾何時 嘗試做過都倒閉了一瓶 那變成不存在 但你自己也做不到的吧 自己也做不到的 做到的 做到 其實你什麼東西呢 你找一個粉紅色的大象也可以 粉紅色白甲都有 但是你肯花錢去找到 龍肉也可以吃的 但是問題就是這樣 如果不夠多人吃 其實那些龍肉可能是臭了的 或者等了一千年龍肉的 但是那些千年龍肉 原來已經是在化石裡 只能靠舌頭 原來可以丟一塊化石裡 煲湯 即是煲石頭 那你說死不死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 那樣東西是不是新鮮 還有新鮮 它有沒有一些東西 會影響到我們身體 那其實龍肉呢 就很多地方都有用的 因為你不用 世界日就餵不飽的肚子 就到處打仗 這個又搞那個 其實歷史也看到了 飯是一肚餓 那些人就會不太好聊天 很多東西 但是一起吃飯 吃到飽了的肚子 個個都是朋友 即不是真正的朋友 但是大家都對聊 起碼 那所以龍肉這個問題 還有我們現在吃了在外面 既然會搞到我們人又猛些 肝又沒有那麼好 很多東西看又看歪了 你會發覺很多老人家 就是以前那些脾氣都沒有什麼 現在就是 即是 就是肯定是自己 顶不順 以前顶得順 以前覺得是沒有所謂 現在什麼都有所謂 那這個肝的酵素 又是被農藥影響 那農藥呢 怎樣去醫治它 第一就是最好不要下農藥 那大家看到 不下農藥 那你的收成有多少 那變成你聽過的 有些東西叫做有機 但是你又要願意 放開些錢去洗下去 然後呢 然後還有 你又要一個知識 還有 當你有了知識和所有的東西 你會發覺 不是每樣東西都可以買來有機 對嗎 就是每樣東西都不能吃 對 不是 還有 好 繼續說 有機沒有機 哈哈 沒錯 沒錯 嘩 嘩 是 繼續回來 說回 現在 超級市場都有分 有機而沒有 但又貴一點 那是真有機 還是假有機 可以問問你 對 對 但是 我想讓大家明白 就是 無端白事 你看看 無端白事 沒有了5%的肌肉 在身體裡 無端白事 你不知道哪一年會發生 但總之40後 40後 40後會發生 無端白事 沒有了5% 剛好你拿著床 拿著東西 拿著送回家 又扭傷 好了 接著你放些什麼 在肩膀上 有影響 如果影響到神經線 即是如果成分影響到神經線 那麼 你那一刻就沒有那麼痛 但之後 肌肉不回來 我先問你 我以前沒有那麼容易抽筋 現在 你的腳很容易抽筋 是啊 是啊 你其實看看 老人家 當然抽筋菜會有影響 你有沒有吃抽筋菜 什麼是抽筋菜 抽筋菜就是通菜 沒有 我都不習慣煮 你不習慣煮的 但是除了抽筋菜 還有康復能力的影響 什麼 還有影響康復能力的水果 影響康復能力的菜 菜就是黃豆 黃豆會影響康復能力 即是豆腐 我不是吃黃豆 沒有的 我很少吃豆腐 這樣就好一點 即是說 有很大機會不是自己製造 粟米也是會的 不吃粟米的 這樣就行了 我也不知道你吃什麼 不如你說一下你吃什麼 我們就研究一下 我吃很多零食 即是薯條 汽水 蝦片 油魚絲 你還說不抽筋 那些更壞 我只是研究好那邊 你吃那些全部要有鹹 又多防腐劑 防腐下去的時候 你想它好也挺難的 因為它防腐了 只要爛多些 但不會適合好的 防腐劑是這個問題 好 好 來吧 來吧 記住 我們41分半完結 現在31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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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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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整個你enta 那些蠢 有 cock 比更痛 是 います 是的 真有肌 假有肌 品川普 씨 真還是假 都 центр spel 那 processo 真是友肌 不過它 EB 種未 symb� 真有機雞在雪櫃上, 但曾幾何時被人拿出來呢? 在超市裡走完一圈, 等下了不要 然後有個員工看到, 為什麼這麼浪費? 拿那個雞, 但他兩個小時後才看到, 放回雪櫃上 下一個走去買了, 糟了! 不是寫著有機的嗎? 為什麼回去有一股微? 不過聞起來又不是臭了 但都給了這麼多錢, 吃了它, 之後就不舒服了 你想想, 這些是經常發生的問題 是的 你也馬上說, 是呀, 我試過這樣 但我想問, 其實我們有很多時候, 醃肉 醃, 可能是冰箱冒出來, 然後溶雪之後 就經過一定的程序, 例如有很多人說 雪的冰氣, 用鹽加水, 整個程序 然後再醃, 但也可能有一段時間 有時候, 兒子叫, 老公又說, 找他幫忙 其實你說, 在這個空氣上面, 室溫的空氣上面 放了多久才開始, 可能會出現細菌 或者之類的 噢, 這些是不定的 因為首先, 細菌你看不到 你又不知道雞是洗得乾不乾淨 你又不知道你的廚房那裡 又有沒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所以, 所以, 這是什麼都有 但是, 在他們做研究, 鹽當然是可以去到很多群 所以, 它的安全功能就很闊 不過, 你又吃鹹了, 你吃得鹹了 其實我們有很多東西, 在這些資料裡面 都沒有真的去看 好像我剛才跟Cindy 旁邊說 你猜不到, 肩膀沒有那麼好 現在的肌肉, 沒有多少肌肉呢? 通常就是40後, 有機會每一年沒有5%左右 5%左右, 5% 那你說, 5%有多少呢? 在身體裡, 在心臟裡面 在腸胃裡沒有5%呢? 其實也挺重要的 你想想, 通常抽稅, 如果你有樓 都是大概2%而已 如果你有100萬, 100萬美金層樓 然後, 每年抽你, 10% 100萬就是10萬 2%就是2萬 其實, 2萬元一年抽稅, 也算貴的 也算貴的 因為你5年就沒有10% 如果每年抽2%, 15年就沒有10% 你想想, 升值也沒有那麼多 如果你明白了, 2%是這樣的情形 當你想想, 你的身體 如果可以有5%的肌肉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可能是隠復瞇 那些東西就痛了,那痛點當然是看跌打 跌打就放一些東西,貼一些東西在肩膀上 塗一些東西,但那些成分又會傷神經線 傷了神經線,那你才會覺得是否沒有那麼痛 是沒有那麼痛,但會不會令到肌肉回來 如果令到肌肉不回來,那就變了你沒有那麼痛 但現在你下次再拿一些東西,你又傷一點 又傷一點,又看,又再打一些東西上去 那些東西就弄一弄一弄,就覺得是否那次好 但暫時好,折底上就沒有真的好 例如外來一些我們練習、運動多些 令到他會不會… 說回那5% 其實我們剛才博士一說,你心臟都有 我們只是留意,可能是我們觀察自己的表面 例如博士剛才說,老鼠仔 不是呀,老鼠還在這裡,還有幾大隻 其實我們如果做多些運動 或者鍛鍊多些,會不會令到肌肉的流失慢了 或者補回來 或者你說每年40後每年5% 那裡會不會有些幫助呢 最大很多人當然是用運動 但是他們就發覺又是有問題 不是他沒有用 但是問題是你第一做得多 還有你做不做,血管裡面也有肌肉的 所以變成你怎樣運動去做那些 什麼都做 發覺一天裡面做三個小時 有些人做三個小時,沒有上班 只是去那裡做 變成又是一個問題 他們就發覺還有什麼會影響他呢 就是食物 因為你不可以只是運動不食物 發覺原來喝水也可以中毒 什麼叫喝水也可以中毒呢 就是原來一個運動員 那一刻裡面喝八杯水就中毒了 因為他平時呢 平時你分開來一天全日喝八杯 跟你一次過喝八杯 那你什麼時候會一次過喝八杯 因為你做完運動員跑馬拉草 那時候就有些情形 那些叫extreme case 當我們拿一些人呢 平時他們去到某個歲數 通常那些人都不是運動那麼多 你就說不是啊 看到這些data 就是說運動可以幫你頂住的 那就看看他們怎樣 但是我們未看到所有人運動是怎樣的 那他們發覺運動那個期間 原來吃什麼東西呢 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夠就這樣吃一些高蛋白質的東西 不看它的來源是什麼 因為你又吃了很多農藥 所以其實農藥這東西 就是這樣走出來而已 就是這樣解 因為我們多了很多人 就是現在知道原來吃了很多高蛋白質的東西 還有有運動 它又好一點 但是之後就衰來了 所以質素呢 那個是什麼的東西呢 譬如它是不是 是什麼的蛋白質 少一些農藥的蛋白質呢 哎呦很重要 但是問題是 我怎樣吃一些小農藥的蛋白質呢 他都不做這些東西的 可以運動 那你運動 運動就叫你運動就肚餓 肚餓就吃多些東西 吃多些東西有農藥的蛋白質 所以這個惡性循環就是這樣來而已 所以現在他們發覺就是 那裏面的質素呢 有沒有吃魚呢 魚也好啊 魚也有Omega-3 但是魚也有重金屬 吃吃太多重金屬 自己連名字都忘記了 你想想想如果Sindy連自己的名字都忘記了 那是很可憐 是不是 阿鶴亨你忘記了自己的名字 我忘記了自己是誰 我其實也有矛盾的 我其實也挺均衡的 有人說深海魚才有多些的鹽 如果不吃深海魚吃河魚呢 是 你看河魚看什麼是河 如果有很多河你也知道 裡面的食物不能吃的 所以這個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就是農藥的人又不跟這些人談 好了 另外最大的問題就是荷爾蒙 原來一個人老化的時候 荷爾蒙會影響特別女人 女人比Sarcopenia影響很大 因為她自己的荷爾蒙女人變成男人 其實當她是這樣的時候 哎 失平衡 那她又會有 muscle loss 所以最後就是時間的問題 現在40分了 還有1分鐘 那怎麼說完她呢 30秒 你說說不完的 這個 這個 下個集 下個集 還有很多聽眾利用短訊平台 又再問蘋果膠的做法 或者下個星期 趙博士再跟大家更新一下 蘋果膠的做法 好 下個星期就說這件事 就是如果你吃煙 吃煙發覺會影響到Sarcopenia更加差 還有吃二手煙也是 吃煙和直接吃二手都會直接影響Sarcopenia 無辜的 二手煙也很慘 大家快點戒煙 好 我們下個星期再談 趙博士 好下個星期再談 拜拜 拜拜 好消息 ANA 麻煩你 麻煩你 那些人問到現在又說打回來問蘋果膠 所以蘋果膠 你看到就是現在你明白蘋果膠加丁香 不是蘋果膠 這個是很重要 還有粉開水又很重要 就是不行的 因為那個已經被人慶祝過 所以慶祝過的問題就是這樣 你可不可以下星期再談談 有些人說自己搞得很煩 哪裏有得賣 我們買現成的又好嗎 下星期再談談 其實自己做蝦米 蝦米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你是別人買的 你又不知道他怎樣做 他做的當然要看一盤生意 所以很多時候自己做 更好過自己做 就是你找個心上人 他又覺得你很重要 你叫他做給你吃 這樣就差很遠 嘩嘩嘩嘩 又可以吃了愛心 又可以正 又可以好 是 記得他心上人 不要咒著你來做 要不然這樣就死了 是 是 好吧 那我下星期叫你 好下星期 謝謝 拜拜 拜拜 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就完了 我有很多電話在錄 所以我就在這裡停 但起碼大家知道多少少關於 蘋果膠 為何要加丁香 要是針對神經線 外面的環境 剛才說 吃煙 吃二手煙也是一個問題 還未說到喝酒 又還未說到 有時候吃了一些食物 譬如 Cindy剛才說 她吃很多製成品 變了她喜歡吃零食 不是不能吃 不過問題就是她很多時候加了 高脂肪酸酸 或者甚至有 或者在製作製成品 這些全部都是會對 這個 就是腦化 那些肌肉腦化的問題 是加速的 反正是Omega-6 也是會加速的 Omega-3 在新鮮魚裡拿 也是有那個問題 所以這個蘋果膠 加丁香這個情形 出來了 就是跑了出來 就是因為我們很難去改造自己 什麼食物都要這麼小心 那怎麼辦呢 維他命D也未說到 但是我都說了 我現在就快有電話進去 所以我在這裡要停了 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 看看她們不繼續問這件事 那你就會 可以說多些這個 muscle mass loss 和無端白說 5% 那個影響是多大 剛才用樓價價錢 就可以幫到大家 大概感覺到 100萬 每年沒有2萬 即是沒有2% 多麼麻煩 就這樣 拜拜 拜拜